哈囉,我是Amy 今天的影片是2018年的大創購物分享 之前我做了一支大創購物的分享 還得到蠻多熱烈的反應 那我就想說再來更新一下 2018年今年買的一些好物 或者是一些新貨推薦 這次其實我買的非常大袋 這次其實我去了兩間的大創 第一間是總和環球 因為我在網路上查到其實它面積蠻大 我想說它貨應該很多 結果去了發現大歸大 但是有一些我想要的東西還是沒有 所以我又去離我家比較近的 府中大創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大創 從原本的39元長到49元 所以這次為了不要讓大家太混亂 關於價錢的方面 所以我把兩張的插票都留下來了 這些就是我這一次主要買的一些東西 好,那我們就先從最大的開始分享 第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插圓盤 很適合我中午吃午飯的時候 我想說我把便當墊在上面 然後飲料啊 或者是一些餐具放在上面 這樣就不怕要弄髒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首先我們先來看大的收納的部分 其實收納的部分我還買了蠻多的東西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很像垃圾桶的東西 應該就是一個桶子 然後它是淡藍色的 這樣 然後它的大小是這樣 這個是69塊 然後它是軟殼的 非常方便 然後這裡有兩個小提拔 因為我是覺得我工作室是少一個垃圾桶 所以我就覺得 欸,它蠻可愛 而且顏色還不錯 就拿它來當垃圾桶 然後再來是這個扁的盒子 其實你不要看它扁扁的 其實它呢 你只要把這個兩個打開 然後這個再打開 欸,它就變成一個籃子了 它就變成一個植物籃 而且其實它有深綠色還有深藍色 是如果你往上疊 然後你把這個打開 然後往上疊 它就可以當成一些紙張收納 或是公文收納 你可以從這裡拿去 都蠻方便的 而且它這個是最小的尺寸 它還有再更大 但是價格有不同 這個是49塊 我覺得這個尺寸就還不錯 這樣 它就折疊起來 再來是這個霧面的盒子 這個盒子呢 其實我已經回購非常多便 它收納它有很多尺寸 這個還有提拔的 然後現在還有出有蓋子的 這兩個呢 都是39塊 那有蓋子的 我記得是有49還有79 價格有點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這兩個我主要是想要來收納一些 我的膠水啦 然後這個呢 我就收集一些 裝一些蠟餅 我覺得非常不錯 然後它又可以 其實它底下這裡 它可以往上疊 所以我覺得它疊的時候 有時候還蠻不穩的 不過你可以怎樣 然後你就可以往上疊 它有薄的拉小的大的 我覺得這個收納都蠻方便的 再來呢 是這個籃子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籃子 就是鐵框的籃子 它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你收納的東西以外 我覺得它還蠻有質感的 而且重點是呢 這兩個尺寸是一樣 而且我發現它可以堆疊 你只要把這個 這個 手把的部分往下 然後呢 再把這個小的籃子 就是放上來 欸 你看 它就可以堆疊了耶 啊 然後說到置物籃 就想到 之前有人留言給我說 它想要知道關於我怎麼收納那些很多手做的那些小東西或者是工具 其實我個人有一些收納的小方法 那 不過因為我現在剛搬到新的工作室可能會比較亂一點 之後呢可能會拍一些收納的分享 如果你也想要看收納的分享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接下來是這個小物收納袋 我發現大眾最近有一系列就是插畫手繪風格的文具 像這個 它其實它就是小的收納袋 然後這個也是 它就是比較像是插畫的風格 跟我剛剛的那個托盤其實風格有點類似 然後這個收納小物呢 它其實就是 我打開給大家看 它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小的手掌的大象 然後呢 它第一次是挑紋的 然後你從這裡打開以後呢 它前面是透明的 你可以裝一些小物啦 我覺得收納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攜帶也很方便 然後 這個呢 這個是卡袋 卡夾式的 說到收納袋 其實我真的非常喜歡買這些小的收納袋 我另外買了一個S的小收納袋 可是我這麼愛收納袋的原因 就是我會把很多東西分類歸納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收納袋裝起來 然後就是 有調理的 因為 而且它是透明 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你就可以螢幕鳥然 就是 需要的時候就拿這一袋 這樣 我覺得這個非常方便 說到插畫系列 其實我還買另外一個 插畫系列的紫膠袋 它這一款是比較熱帶的 它就是有 酪梨�桃啊 還有太陽眼睛 就是比較夏天 然後底色是粉紅色 我覺得這款還蠻可愛的 另外還有一些這個是小紙張 然後這個是那個塑膠板 塑膠板呢 其實之後呢 我想要做一些熱縮片的教學 它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塑膠的板子 你把它剪下來以後 用烤箱或者是其他的加熱方式 它就會縮小 然後可以做像圖案這種很可愛的鑰匙圈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裝飾的小東西 還有這個紙張 我覺得它非常可愛 而且它有四種花樣 如果你的預算啊 比較不只搭這個紙張 來做裝飾 感覺很可愛 很適合 剛剛的插畫系列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小鐵盒 藍色這個小鐵盒 然後它就是這樣 很一般的小鐵盒 可是它是就是 比較那種旅行風格的小鐵盒 接下來是顏料彩色筆的部分 那我總共買了三種 這個是油性的蠟筆 然後再來這個是粉條筆 粉彩筆 粉條 粉條筆 然後再來這個是粉彩筆 然後還有這個 六色淺色的金蔥膠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收集金蔥膠 所以我買了這個淺色 而且你看它六支 然後容量都還蠻大 然後這樣才49 這個組合還蠻划算的 粉彩筆呢 它的質地呢 有點介於像那種 鼻桿狀的色淺筆 跟粉蠟筆中間嘛 它有點浮粉的 就是色調 甚至你可以用美工刀 然後把它刮下來 用手然後淺淺的沾在紙上 它會有另外一種效果 我覺得這個很美 而且重點是 它有我非常喜歡的螢光色 所以我才買了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油性蠟筆 其實我個人畫畫的時候 很少用油性蠟筆 除了之前的那個 灰薄的水性蠟筆以外 我想說來嘗試一下 其他的油性蠟筆創作的風格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顏色很多的油性蠟筆 接下來是一些手做的小東西 第一個呢 UV素質模具 它這個矽膠模具呢 它就是這樣軟軟的 然後上面有四種圖案 我買的這個是相機 還有巴黎貼它的這一組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如果你有在玩UV膠 或是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把UV膠 倒進這個模具 它就會自動有這個形狀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之後手做我也會用這個來示範 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再來是這一次我覺得我買到這個 很不錯的東西 它是指甲裝飾神物 它有點像是那種 海邊看到的那種 貝殼紗 然後我買了兩種顏色 一個是紫色跟藍色的混合 我覺得它的紗 混合起來還蠻有質感 而且很細 我覺得非常不錯 另外我買的這個是 星星形狀的貼磚 然後它總共有9個顏色 而且這個只要39塊 我覺得有39塊 然後還有9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還蠻划算的 最後呢 其實就是一些私心 我自己買的一些小零食啦 然後呢 這一罐黃色的呢 它是那個香柚沙拉調味料 其實它就是 有點和風醬 然後裡面帶著有一點香柚 那種橙汁的味道 你可以加在沙拉 或者是淋在一些肉上 我覺得都非常清爽好吃 接下來的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個人 就是想要吃的一些零食 它這個是奶油餅 因為 其實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其實已經搬來 新的工作室 有一段時間 雖然外面就是 有很多吃的 但是 因為我實在太懶惰了 所以我有時候 專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很懶惰去買那些吃的 喝的 我就一直坐在這 然後 但是又太餓了 因為我不想要打斷 就是我正在做事的那個情緒 所以 但又真的太餓了 所以我有時候 就是會買一些零食來衝擊 然後這個是我還蠻想吃的 然後這個就是四種 它其實就是那種 花生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小 小脆脆的那種東西 然後因為它就是機器瓶 所以它四包這樣子要三十塊 我覺得蠻划算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就在我要做結尾的時候 我剛剛發現我還有一個東西 還沒介紹 就是這個 看這個樣子應該就知道 其實它就是掛香蕉的一個置物架 當然我沒有很特別喜歡吃香蕉 我也沒有就是熱愛香蕉到 需要買一個香蕉串架 但是呢我覺得 它這個形狀 其實 你來掛那種 耳罩式的耳機 其實很方便 重點是我買了以後 才想起來 我根本沒有耳罩式的耳機 所以這個東西 目前我還找不到它的用法 不過呢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蠻適用的 總有一天我會找到它的用法 最後最後我又發現 我忘記介紹一樣 A4的資料夾 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透明資料夾 那右邊有個手把 打開以後 你可以放一些紙張 然後讓紙張免於就是折到 好就這樣 這真的是最後一樣囉 終於講完今天超融場的大創購物分享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買的東西 或者是我還沒有買到的東西 你覺得很不錯 想跟我分享的一些都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呢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幫影片按讚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通知 這樣有最新影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就先啦 感謝你今天收看囉 Bye